在千年之前,那还是北宋年间,当时的汴梁城就是国都,而当时的春节还不是叫这个名字,而是元旦,这个意思就是一年开始的寓意,对于北宋时期的春节晚会还是很有考究的, 或许也是因为北宋建朝正是在春节的前后,当时春节就快到了,但是北汉和契丹一块侵略进来,就在这应该过年的时候出现了战乱。 在大年初一,赵匡义奉命去抵抗外敌,在走到开封东北方向的一个驿站时,他突然就想到了谋反,想着自己如果当上异国之军肯定很不错,就自行起义,发起了政变,建起了自己的大宋。 当时的国都就定在了开封,那名字也改为东京城。 当时的东京城比较鼎盛的时候,人口都在150万左右,算得上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国都,而在这种氛围和背景下,春晚也就显得比较重要和繁华,也算得上是文化方面的一种标志。 在建国的背景下,这个节日就显得更加重要,不过比较不同的是,这时的春晚不是以娱乐为主,而是从政治角度来出发,这就是为了显现出大宋的一种霸气和统治者的威严。 当时其他的国家都来朝拜大宋,像是大辽、高丽等等,都会有这样的举动,当时的奏乐和现场都比较隆重热闹。 对于这样的重大节日,北宋还有专门管乐器的部门,上台的都是预制的琴,比现在的乐器要高档得多了,当时演奏出来的景象让大家都为之赞叹,看起来是十分高调和奢华的。 为此赵宽颖感觉自己脸上很有面子,所以十分开心,在琴的制作上有着很多的讲究,像是从涂抹的材料和琴用的材质等等, 都是比较尊贵的。 后期在清朝时期,乾隆还把这琴作为自己专用的乐器,并给予提名。 对于宋朝时期的帝王们,个个都是很悠闲的,像是打台玩音等等。 在春晚的时候,皇上基本是不会处理国家大事的,而是会走出来玩乐一下,说得好听点就是跟老百姓一起乐呵乐呵。 当时有诗词赞美说,皇帝在春晚的时候就会走出来,出游的阵仗也不小。 百姓们就站在很远的地方看一眼,可以说当时的景象还是十分热闹的。 再说起这春节放假,在大宋也有讲究,不管是当什么差,都会休息一个周,每家每户都会很早地爬起来,给自己收拾得利利缩缩,然后就去问好亲朋好友。 王安石就曾经描绘过这幅情景,我们所知道的诗词就是表述当事人们对春晚这个节日的认同和喜爱。 每到这个时候,大家都会很开心地践行习俗,把自己对新的一年的期盼都表示出来。 从现在的角度来说,当时的春晚跟现在很像,而从实际角度来说,我们还是会从内心深处去看到从古至今,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。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思想所带出来的感触,不管什么时代的春晚,年代不同,意义其实都是一样的。